大家好,这里是龙话说剧,我是山哥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西班牙神剧《纸钞屋》的第一季第八集 回顾上一集,劫匪发现属实不让教授省心 不是因为恋爱惹麻烦,就是贪图小便宜刘霍根 柏林的自以为是更加暴露无遗 警方又步步紧逼,让教授喘不过气 为了给赫尔辛基擦屁股差点被抓 继续站在浪尖,还是沉入海底 他似乎有些难以掌控了 故事紧接第七集 拉克尔和教授的录音被送上新闻后 他就成了众矢之地 一句话放弃八条人命,多么冷血 这可是八个西班牙未成年人的生命 却没有一个英国女孩的性命重要 民众们怀疑他有双重国籍,是走狗汉奸 更没有胜任总督察的能力 还有甚者提出他因为家暴心理扭曲 舆论像雪片一样铺天盖地 他最堂爱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 竟然提出想和爸爸与小姨生活 他太小,还无法分辨大人间的矛盾 更不知道爸爸到底是怎样的人 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失去孩子的抚养权 而抗议政府总会得到众人支持 尤其是里面有西班牙未成年人 并且在录音里 杰斐表现得比警方更重视八个未成年人 相当于民众已经和他们站在了一边 这种情况,警方就不敢闯进大楼 就像2011年,一群年轻人占领太阳门 超过两万人聚集在那里抗议 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警察都没有进入 虽然两件事略有不同 但政治就是政治 即便事情没有按自己的设想发展 警察也会知道 劫匪们有攻击性 没人敢下令强攻 现在的局面,未成年人就是王牌 利用价值已经高于小羊羔 而事件的走向和教授估计的没有偏差 网页上最醒目的标题就是 西班牙人等于二等公民 而上校作为整件事情的决策者 却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 拉克尔又成了背锅侠 但上校告诉他 总统办公室已经知道此事并支持他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你先扛着 案子结束没人会记得这些 只要最终胜利就是国家英雄 拉克尔虽然愤愤不平也改变不了什么 只有抓住劫匪才能洗白自己 随后交代将那辆车的测试结果拿来 还有来自地下单位的进程报告 上校也顺从地任他拆遣 找出劫匪用什么方法出来 既然进不去就想办法堵住他们退路 而劫匪八仙也十分好奇用什么方法脱身 普通的地下通道 警察五分钟就能抓到他们 莫斯科开凿的那条通道 在锅炉房里 距离下水道正好13米 只要在15米的范围内 都躲不过探测系统 警方可能已经侦测到那里震动 教授所很淡定 因为那条通道只为声东击西 真正的逃跑路线是另一条通道 他距离其他排水管道有26米的距离 教授五年前就已经准备好 只要从三号保险库打通一条出口 穿过486米达到一个废弃的飞机场 然后一会儿人就能逃之夭夭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地面有一层是钢筋 还有一层是混凝土 只能使用喷枪和圆锯手工完成 莫斯科完成这线工程需要10到12天 按照每天印刷2亿欧元计算 他们能带走24亿欧元 另一边警方在车上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技术科分析是有人在几分钟前磨掉了一切 附近的监控也没有发现乞丐的影子 但从那颗扭扣中提取到完整指纹 因此柏林的身份彻底暴露 但查不到他的家庭成员和朋友记录 也没有地址和人口普查记录 只知道他是抢劫惯犯 曾多次进出监狱 唯一认识他的只有之前的狱友 狱警还向他们提供了一份柏林的精神状况报告 此人极度自以为是并缺乏同情心 古怪 狂妄自大 无法区别邪恶和善良 有一种伟大的荣誉感 并态地想给每个人都留下好印象 尤其是在陌生人面前 而柏林还不知道 警方已经挖出他的黑历史 此时正在表扬一位工作27年的印钞工 截止到目前 他已经带着工人印刷了3.11亿欧元 创下了工作以来最高纪录 在柏林的威胁下 所有人质为他鼓掌 只不过这样的荣誉 让他本人觉得耻辱 经历的伤没有发言 恢复的不错 柏林特意让他在人质中亮个相 彰显自己的人词和伟大 经过前几次失败 拉克尔以为内部出了卧底 在安排工作时会避开一部分人 但副督查是他的心腹 一直跟在身边 因此不耽误教授窥探这边的情况 拉克尔决定把柏林的事迹报给媒体 既然劫匪们懂得利用舆论的力量 警方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还击 但只有抢劫的瓜 不足以引起民众关注 上校提出加一条贩卖人口 曾贩卖来自东欧国家的未成年少女 判刑后 因和警方合作被释放 这个计策不但能搞臭柏林 还会掀起劫匪八仙间内讧浪潮 但副督查认为诽谤不好 人民警察是正义的代表 怎能污蔑他人 但拉克尔已经管不了许多 这个案子失败 就会失去孩子的抚养权 因为他已经是民众眼中最见的贱人 前夫妇正在利用这个机会 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没有哪个法官会把孩子受与他这样的人 不择手段也好 没有职业操守也好 他只想尽快翻身 与此同时 带了学生的老师要求和柏林单独谈谈 因为有个女学生被他带走后 再也没有送回来 老师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只好说那个学生很脆弱 和同学们待在一起 才能让他觉得安全 柏林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只拉开窗帘让他确认学生安全 这时 列罗毕赶来告诉柏林 他也上了电视 这下柏林再也没有心情 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走了出去 老师出去的同时 顺道带走了一把剪刀 警员报告找到了目击证人 就是废车厂的管理员 教授听后 甚是慌乱 他知道 自己的身份可能藏不住了 果然拉克尔立即叫人 准备模拟画像 他之前从不相信这项技术 而现在却希望 教授的脸能像拼图一样 哪怕只有大概模样 也是整个案子的关键 管理员来到这儿 需要一些时间 拉克尔先去见了柏林的育友 这个家伙因三次性侵 和倒卖麻醉药物 一共被判38年 对所有提问只会摇头 其实他确实不知道柏林的任何信息 只知道他每天都会注射药物 那是关于基因退化的瑞希梅 为了感谢犯人提供线索 拉克尔送了他一次免费严格手术 没收作案工具就不会再犯罪 随后 拉克尔决定彻查所有药房 既然每天注射 抢劫前定会大量购买 李约在发放物品的时候 见到小羊高手上勒痕 有些内疚 随即向他道歉 自己不该太粗鲁 东京正好看到这一幕 女人总是敏感的 明白小羊高喜欢李约 他并没有采取任何防范 而是在李约走后 亲上小羊高的嘴唇 告诉他 自己不在乎 三人一起玩 这一幕刚好被莫斯科撞见 心想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 雌雄不借三观尽毁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秘书也脱离了生命危险 丹佛一有时间就去照顾他 对于这个劫匪 秘书还是很感激的 两人之间的关系 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废车长的管理员 被带到指控室的时候 所有工作人员都已到位 根据他的描述 教授的脸正在刻画之中 教授再也无法淡定 他已经查到了管理员所有信息 无论如何 不能让自己的脸暴露在阳光之下 教授乔装打扮一番 走了出去 第八级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柏林的身份曝光 很多同伙都不知道的事 也将不是秘密 警方夹在他身上的罪名和卧底身份 会不会引起大家不满 教授的处境十分危险 一旦确定他的身份 抢劫便会失败 他该用什么方法保护自己的脸 点击关注 精彩好剧不断更新中